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到哪裡 都有我 就算你恨我 也四處都有我 滿滿都是阿館 Too much 都是館帳 都是館帳 太多了 不要再來不要再設了 你知道喔 人生中啊 不是說大起大落 首先 再感謝一下董事長的抖內 感謝你 太可怕了 人生我沒有大起大落 有啦 在我35歲之前 Shit 我的人生就是一團Shit 這故事不用再講 請上網 Google 這11年來喔 今年終於邁向 第11年 我做生意喔 我發現這個網路上 這個社會上 現在資訊太多 以前是沒有資訊 所以 我現在有點習慣了 在剛開始的前五個年頭 疲於奔命啊 忽然 網路上冒出了這一個人 每天跟人家在爭執 這些東西 那時候我就在做陳吉思汗 一直到11年後 基本上我覺得台灣的 健身觀念的確 比以往 參與人數更多 懂的人更多 這是一點 就是說健身人口 我所謂的健身人口 是指去健身房的 不是 去跑步 打籃球 游泳 打網球 羽球等等 就單止 GIN 就是去做重量訓練的人 去做主力訓練的人 大幅度的 那也是這 十年來 健身房的一個 很大戰有比 就是說 他從 大型連鎖 一直蛻變到 現在 他已經變成是一個 綜合連鎖 綜合的 有各種型態的健身房 有工作室 小型健身房 中型健身房 大型健身房 大型連鎖健身房 等等等等 我第一個 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我昨天也講了 蠻多時間 但很可惜的是 尤其是 我剛剛看到民事在放 他又特別強調我的回應 就剪了那一小段 就很強調 我在說我合約書的內容 就 好像一副 要製造一個說 我在 我是一個會推卸責任的人 我說館長是一個 意圖你要 一開始的風向是 要把我製造成一個 不負責任的人 我敢說 全台灣的健身房 我他媽最負責 我負責的 不只是法理上 情理上 為什麼 你 很少 幾乎沒有 應該說是只有我一個吧 操 就是說 我有這麼高的爭議性 第一句是自貶 第二個是 我有高的知名度 你不能否認嗎 我沒有說這樣是好事 館長你以為你很紅喔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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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有很高的辨識度 跟仇恨值 這樣你開心了嗎 就是 很多人愛我 也有很多人恨我 你不可以否認了吧 蛋蛋蛋 我又是一間健身房的老闆 我又是一個 電商的老闆 我又是一個 我他媽最討厭講的 網路 紅雞巴 網路 網紅 幹我實在不想叫我自己網紅 我就是館長 幹你們那 那一堆網紅都阿斯巴拉的 我不是網紅 我是館長 好不好 因為現在好多人都叫網紅 我不知道 現在到底怎麼區分 我怎麼可能不負責任 OK我講白一點 我怎麼可能 如果今天事情是我的責任 我怎麼可能逃離這個責任 畢竟 來你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摧毀我的人設 當一個網紅最基本的不是要流量 有流量就是不是要有一個很好的人設嗎 好先生 好男人 好爸爸 好老闆 好老闆 好好你媽雞巴 好揮手感 人家好大 做愛生日好長 長得好帥 一切都要是好的 他才會賺到money yeah everybody 每一個人 除非你不是人 活在這個星球上 目前來說 很多 在我們還沒被外星人統治之前 或人類還沒有統治全宇宙之前 We need money Bitch money 所有人都需要 money 所有人都 第一藥物 money 我當我在網路上做 我不要臉 如果今天是我的健身房的錯 我不要臉 但是 right 你們everybody 你們所有人都在工作 大部分的人除了F懂嗎 F懂嗎 他也許也要工作 當老闆也要工作 誰說當老闆不要工作 我是老闆我也要工作 做戲咧 你們都是人家的員工 我這個人最不喜歡的事情是怎樣 OK我是一個服務業 我最不喜歡的事情是 我很想要賺每一個人的錢 我覺得發生一個事情 這個是一個很單純的事情 第一 客人 沒有 事情 這個是最 這個上天保佑 他沒有事 我們在處理當下呢 我們教練一分多鐘 就介入了 我不知道 第一個 滿天的帶的風向 第一個是說 反正 我的健身房 沒有尋常教練 一分多鐘 他介入了 其實你知道 嚴格算起來是 他看到他 他奔過去處理30秒 因為每一個人都躺著嘛 握推有人會 OK 接下來專業的議題 為什麼我要強調這個東西 因為我發現網路上很多人在罵我的 可能 他都沒有在健身 他根本看不懂 他根本搞不好OK 什麼是握推 他都不知道 他搞不好連那個槓子 讓你握都沒握過 但是他做了很最惡毒的批評的那一種 洗風向洗的最嚴重的那一種 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 很多人都說 我看很多人都戴風向說 你一個老闆 你就說 好我們知道了 我們會加強宣導 我們會再育員工 我們會教育員工 我們會加強宣導 我們會教育員工 我們會加強宣導我們會教育員工 對不起 老闆道個歉嘛 包紅包嘛 教育員工嘛 我再改進嘛 OK 一分多鐘介入 我他媽的到底 不是 我們做生意是這樣嘛 就是需求給予 我再強調一次 這件事情完全沒有政治 但是他已經變成一個政治事件 我覺得很誇張啦 今天我看從昨天晚上的PTT 一直到今天的各個新聞這樣 還有有人刻意哪有在FB上 開始玩風向 你只要 你只要在FB上找館長 你不要找新聞的發文 你找一些人的發文 他專門出來發文的 一些小粉專 都說我不負責任 都說我們尋常 都說你怎麼敢追人家 首先你要了解 我們做我們 這不是一個政治事件 這是一個單純健身房 它已經不是發生一次了 喔 首先OK我們就一個講邏輯嘛 講道理 我的員工一分多鐘介入 這樣的員工 我還要給他稱讚 一分多鐘介入 我想請問一下 各位都有去過健身房 有去過健身房 因為我說現在是個專業議題嘛 一分多鐘介入 你知道這有多快嗎 因為我剛剛講 你在一群人運動之中 其實很多人握推 都躺著嘛 你不知道他有沒有卡到 你只知道這個人在做握推 除非他發出聲音 就是 已經一分多鐘了 他已經介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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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why I keep my circle smaller than the Cheerio Cause this the company you kick Stay wall 我們的教練已經介入了 介入之後 馬上送醫 而且我們關心陪同 包含這個人回家休養幾天 我們都有跟他戶續在用LINE 我們的教練 都有關心他 你OK嗎 你什麼的嗎 那這個會員也沒有說什麼 我這就是重點 就是我們這邊已經處理完了 只是有人刻意的 把這個影片PO上來 迫使我不得不去講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是11號的事情 就是對方也OK嘛 沒事嘛 我們也陪他去看醫生什麼的 我們也有關心他 後面的狀況 就沒事 他也沒講什麼 他蠻客氣的啦 那LINE都有給我看 就是我們關心他 然後他也說謝謝 所以這件事情跟他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第一個 他我們雙方之間處理完畢 就是沒有事啊 只是有心人士搬上檯面 他把他炒作成是一個風向 第一要把他炒作成是一個風向 第二個他要讓我死 他要讓我社會性死亡 很多人都在講說 這種健身房誰敢去 然後還有很多人說 我健身房每一人好好笑 這樣看過去 只有一點點人 你知道我中立館有多大嗎 聊天室裡面有我的會員 出來講個公平的話 你照到的那個 是我健身房的一個腳 一個毛吧 來記載那個腳 那個四腳 是只有我中立館的 不到一個毛吧 你知道中立館有多大嗎 中立的會員出來講 你知道我中立館有多大嗎 你怎麼知道我有多少會員 幹你娘你就這樣看這樣你就知道 館長會員好少 第二個 白天時段 會員本來各間健身房會員都偏少 再來是我的長晚很大 又大又白天的狀況是 有沒有人絕對有人 因為我常常白天啊 我不會晚上去 我怕太多人 我去巡館都是白天 還是有會員在練啊 然後中立館是我們 陳尼斯安排名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館 他的人數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中立館真的很棒 好 再來 你一直說我們 說什麼館長以前嘴窩菌 說那個 嘴窩菌那是壓死的都沒有人知道 然後拿窩菌說 館長以前不是嘴 我嘴啊 可是你們怎麼會拿不一樣的事情去比 第一個 一分多鐘 一分多鐘介入 過快了吧 我們員工很快介入啊 介入完也 送醫 之後也關心 我們沒有 沒有事了耶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 我們是有介入 我們是有看到 我們學校現在不是不見的 我們學校現在是 有介入 有幫忙 有叫 救護車 有陪的送醫什麼的 喔 不知道是救護車還是送醫啦 反正有陪同嘛 所以這件事情 討論起來跟這件會員無關 然後 就一堆人罵 罵說我們的教練 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還說放任新手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冤枉 第一個這一個兄弟 我們的會員他不是新手 你說為什麼不用護槓架 其實我也沒有在用 我本來是從來沒用過護槓架 除非以前我在練那個暫停的時候 暫停握推的時候 喔 不然我正常練習我是不用護槓架 我是人 我不是護槓架我是人 因為我覺得人比護槓架好用 因為我起不來人幫我拉嘛 我是人 齁 那如果說今天會員抱怨 他在做大PR的時候 他剛好附近沒會員 他找我們教練剛好在那裡站著 我們教練不幫他看 這個有嗎 我今天我講句實在話 陳吉思汗健身房 今天為什麼 可以在台灣做 我們陳吉思汗 是一個很有自己特色的健身房 跟其他外面的不一樣 我們的員工 離職的我不敢講 只要在職的員工 陳吉思汗每一個員工 尤其是教練職 他們都相當優秀 你知道陳吉思汗的教練 超過一半以上 都陸續在進入各項比賽的經歷 柔術 格鬥 拳擊 角力 舉重 健力 健美 各方各面 只要運動賽事 全台灣有的 國外有的 我們陳吉思汗的教練 是三分之二以上 都持續的都在出各項比賽 我們公司當然也有贊助 也就是說我們的教練群 只要你進來我們公司 你也會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他們都懂我老闆的愛 我是不管他們的啦 是主管在管他們 但是我是非常感謝他們 我也跟他們講 我最大的就是說 當一個教練 要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學員 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這一段 這外面建制法絕對不一樣的 這是我十幾年來努力的心血 創下了一個 為什麼開店沒有辦法這麼快的原因 就是因為培養人才 真他媽有夠難 啊人才培養厲害了 他就出去開自己的店 我也OK 雖然心碎滿一地 但是我OK 但是只要他在職的一天 陳吉思汗的教練 不只能是專業度 服務 你去問他 甚至是 你如果是我的會員 You know 但是我們會員大家都不問 我們的教練在那 欸不好意思教練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或者說甚至很多會員 都會去跟我們教練聊一些專業度的問題 我們不是一定要上課嗎 有時候隨口一問 我們的教練都很熱情 無論是幫你看一下 跟你聊一下 絕對OK的 我們的企業 我們的健身房 傳統非常好 是會員進來都可以感受到 暖暖的專業度 這間健身房是有專業的 會員之間也都很強壯 我們的會員都很強壯 我們的會員也有很多出賽的選手 也有很多是來陳吉思汗練建立 練道去比賽的 一堆啊 我就懶得講太多了 你怎麼會 光看一支影片 你就來論斷 我最討厭了 我昨天到現在看很多 什麼這種健身房 我哪種健身房 更好笑的 我為什麼今天要拍那支影片 一堆一堆政治咖 然後我這部影片 他說你看 館長嘲笑會員 我嘲笑會員 我為什麼拍這部影片 因為有的人沒看過 他說館長的這個握推床超爛 從來沒看過那麼怪的機器 這什麼設備這麼爛 看起來那握推床 我他媽無言 我從就是 沒錯 如果你看的是以前的那種 你沒有上過健身房 你看的是電影裡面那種 你來看Erico的器材 他的確長得很奇怪 但是你說這個機器很爛 一看就知道很奇怪 很危險 館長怎麼會放任新手去做這種 危險的器材等等的 各種留言 有新聞底下的有YouTube 有PTT 有FB人家帶風箱在刷的 下面五六十個留言都超噁心 我不懂 你們到底懂不懂 陳寗賽的會員到底愛我什麼 我在台灣這麼出名 到底是為什麼 我在花器材錢是沒在手軟的 就算我的開辦費 是一般健身房的兩倍不止 這個真的很心酸啊 我做的店 我們的數量上 我們的教練培育上 健身房最重要的就是器材跟教練 我們都用盡了全力在做 撒了一大堆錢 我們收費也不是貴 我們退費我們的 陳寗賽是全台灣消保官公認 我們的消費糾紛是最少 陳寗賽很簡單 你要退費就 就退費啊 我不是退給你們看過 一退退四千多萬 我做健身房是男命在做 只希望 你不要扯政治 任何不論你是國民黨 民進黨 武黨 什麼民眾黨 什麼雞八黨 我們不分黨 我們管黨 開健身房就是 給熱愛 運動 或是說你正想加入運動 陳寗賽是你最佳的選擇 不用擔心 他們的老闆每年會開直播 你來我健身房不可能吃虧 我是一個公眾人物 而且我也會露臉 郭駿開直播嗎 你找得到老闆嗎 健公開直播嗎 你找得到嗎 你要處理事情是 老闆躲在後面不用處理 是有 發言人出來講一講 郭駿 常常在上新聞 我剛剛又看到他的新聞了 我剛剛又看到了 算了啦 反正你怎麼嘴他他就是在那裡 一堆人在 企圖瓦解我的健身房 喔 帶風向 我不是 我絕對不可能針對這個會員 這個會員練 一段時間 也很努力 兄弟不好意思啊 讓你這麼辛苦啊 要上這個網路啊 但是這也不是我幹的 謝謝董內 謝謝 喔 兄弟不好意思啊 我們的會員都很喜歡 拍這種 大家可以歡迎來陳迪思汗 你問中立館 你問三重館 你問新莊館 你問台中館 你問高雄館 陳迪思汗是不管各位拍攝的 陳迪思汗很酷啊 來陳迪思汗的會員 每個人都帶一個三腳架 手機架 每一個人都喜歡拍自己的動作 再回去矯正 熱愛重心 熱愛訓練的人都會拍自己 那有的會發IG 也都會發自己的社群 在陳迪思汗 很正常 大家都會拍自己 你可以問一下聊天室 成績的會員很多啦 我們應該每間場館都差不多啦 深蹲架握退床硬舉 這三個地方 最多人架手機架 還有做舉重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要看自己的動作 不然就是想要 上傳上IG嘛 FB嘛 或是其他的社群 我們都不會理各位啦 今天 去練柔術 練的 你知道嗎 我練柔術很累 他媽的去練柔術在路上喔 因為我都跑中立 有時候跑新莊 有時候跑新莊去跟我們教練練 有時候去找我那個教練的教練 在中立 我會跑來跑去嘛 在路上喔 沿路看 心情超差 去練柔術 練完了再沿路看回來 所以我想說今天晚上喔 一定要好好 我覺得是 一直說阿這不是館長的錯是誰的錯 我真的覺得冤枉阿 我們健身房一分多鐘發現送醫 我們健身房一分多鐘發現送醫 然後我們的器材 他也不是新手 喔 那 他可能疏忽了嘛 他可能想破 他可能平常做這個重量 是沒有問題的 輕鬆的 今天可能 大家也不要再罵他嘴他阿 也不是他把影片流出去的阿 他也沒有指責我們阿 我覺得他很無辜阿 阿我更無辜了喔 不好意思會員我 我也沒有 我不是 我為什麼一定要出來講這事 我也不是指責你 我在這邊再強調 兄弟如果你說要困擾 我本能 跟你致上十二萬分的建議 但 這個影片嗎 就被流出去變成一種政治鬥爭的東西 我就覺得很奇怪 啊 什麼爛健身房 我說實在話我的健身房爛 台灣沒有健身房 你想 不是你想一想嘛 我這個人在網路上這樣整天 你說我看我不爽 屁癲屁癲的 看我 他媽你要掰這樣 我不知道 反正 你愛一個人他說什麼都是對的 就像我聊天室這些 我的粉 對不對 我在路上 裸奔他們也說是對的阿 一根大懶叫在那邊 害來害去他也說 嗯好酷 但是在你眼中就算我今天 穿西裝 戴眼鏡 梳個西裝頭 講話咬魂嚼製 不說 幹 你娘 幹你娘 你看我還是很假啊 你看我還是覺得說 他媽的咧 斯文敗類 對不對 當你討厭我的時候 我他媽的我長得怎麼樣 就是惹你厭 就是欠你幹 對不對 你背地裡嗎 陳志安那個幹他媽的 幹他媽的 幹他媽的 什麼臭他媽的 我也聽不到 你肯定幹死我 我一定是被你幹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我再次強調 我對健身房的用心 無論我的客人 只要你是我的客人 討厭我也是我的客人 喜歡我也是我的客人 只要你願意來我的健身房訓練 你可以感受到 館長的用心 對於經營 場館 教練專業度 這個氣氛上 絕對是非常好的 謝謝同類謝謝 再次強調 也請大家不要 我也沒有去訪案誰做生意啊 我也不是拿國家補助做生意啊 我也不是拿國家標案嘛 二十年的健身合約 我這有民進黨的合約 中華民國政府 你看 還不來加入我健身房有罪 我也沒有這個合約嘛 啊完了 我每天都要去陳提思汗 因為他跟政府簽約了 操 也沒有這種法律嘛 好不好 我們我們是憑實力競爭的 我們是憑熱情 是憑專業度在這個 健身街當中 台灣健身業當中 存活下來一個奇心種 他來的很 辛苦 我 我的會員我不知道 還有 我只能說 我的會員他們都知道 我昨天就講 為什麼我敢講的那麼理直氣壯 我也不是在針對我們的會員 我是在針對所有台灣 所有的朋友 握推這種東西 無論是握推也好 做任何的運動都好 他都有受傷的風險 哪怕你走路也會跌倒 喝水也會嗆到 那氣場這種東西他不會 來 媽的推一推 幹你們兩個兩個 槓片忽然飛起來 自動的幫你加重量 我那這樣那當然 我今天我下跪 我認錯 都是我的錯 原來是魔法槓片啊 館長 原來這些槓片上面有靈魂啊 他會自動加重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拒絕 我要做20公斤的握推 他一身身加到80 館長天哪 太可怕了 那我不開健身房了 我出租嘛 賣一張門票賣3000 你他媽有看過會飛的槓片嗎 你他媽有看過會幫你自動加重的槓片嗎 我跟你講我削翻了 世界唯一奇蹟 沒有嘛 今天有講道理的你知道嗎 bro 你為什麼fuck me 你講個道理出來 尤其是健身房 你針對健身房 你講個道理 為什麼要針對我的健身房 fuck you 為什麼要幹我的健身房 你幹我就好 你不要幹我的健身房 我健身房沒有 很用心的好不好 如果今天是這樣我當然得負責太可怕 進去只有兩條路 第一變狀 留下這條狗命變狀 第二個死在健身房 我覺得會員死亡率很高耶 哇操沒有辦法都加到四百斤 第二個當你可以走出來的時候就是怪物 天責健身房 天責健身房 能走出來的都強得不像個人 不是吧 今天會造成這樣的事情 它是有一個 有一個 道理在 大家講道理 喔 好 那接下來我該怎麼做呢 當然最近大家會看到我們的臥推廠上 臥推床的一些邊邊角角 會貼上標語 每一個臥推床都會有標語 我已經交代下去做了 我們直接用寫的 第二個是 我們每一間場館都有 有護槓的 跟沒有護槓的 握推床 因為我握推床太多了 我的握推床是全台灣最多的啦 深蹲架應舉都一樣啦 館長的場館一間的握推床的量 人家可不可以開幾間 我們會把 所有的握推床 給我兩三個月時間 我們會叫台灣的一些 專門做重量設備的一些廠商 來研究 我們如何去做一個 直接附掛在旁邊的 一個防摔架 一個安全防護架 可能是四隻腳的 可能是四方米的 它可以往上調整架在兩邊 我們再發給 我知道又要花錢了嘛 反正就是花錢啦 務必保證每一個握推床 它都有一個 防護架 防護架我們額外去買 去挺請 那種公司直接幫我們做設計圖 直接做給我們 那個是做得到的 就錢嘛 務必在三個月 我的目標 因為你從設計 到測試 測試到製作 到全場館 全部鋪設完畢 需要一段時間 而且那個也需要花不少錢 因為我推床太多 所以這次的民生館 我也會這麼做 民生館就比較好規劃 因為新的場館器材還沒進去 它就可以做出比較好的規劃 那在這個部分 大家 會員們因為東西要重新設計 重新去做 我希望我的場館做到完美 希望大家以後沒有提醒之下 也有個比較安全的設備 也希望這件事情 可以給全身健身業看 你們白有夠可能 反正 說實在話啦 現在健身業 真的 你說很好賺錢嗎 也沒有 尤其像我們這樣經營 這麼的 這麼的公道吧 這麼的透明吧 健身要怎麼賺錢 拼命賣禮客 超賣 賣到時間到退不了 然後你就放棄了 你錢就送給我了 這樣才會賺錢 一個客人都叫買了一兩百堂 你上不完 上不完 時間就給你過 過就不能退錢 不然跑法院 不然他媽繼續 繼續 你後來就放棄賭籃生氣 生氣就不來 不來就不續會籍 你要上課喔 那再續續會籍阿 你現在沒有會籍的嘛 你生氣不來 一段時間久了 你客卡在這裡 會籍你又不想花錢去 那就不了了之啦 這樣的健身房就會賺錢 而且賺很多錢 而且可以開很多家 我就沒這麼幹 好不好 那請說這要賺錢 那叫一個坑 有一天大家都要跟你追這條錢的時候 我看你怎麼辦 現在我們台灣人真的太好啦 去一個死一個阿 今天這件事情喔 我會再改進啦 上胸臥推不用 上胸臥推不用啦 兄弟 上胸臥推再放防護駕 真的是 我不知道 因為上胸臥推要做很高 上胸臥推不會卡到這吧 上胸臥推你會掉下來 會壓到懶叫 但是 你要小心嘛 一樣嘛 上胸臥推你是不是斜板的 你不會壓在這 因為你會 你會這樣嘛 你會 它是斜的嘛 所以你會掉下來 你會 按然後就壓懶叫 也許 懶叫變得 小一點嘛 或是 壓得比較細一點 壓得比較扁一點 但至少 你不會打欸 你不會 發現上帝在跟你講 你這輩子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或是 你懂嗎 或是看到你 過世的家人怎麼出現在你面前 因為你已經死了之類的 不會啦 不會啦 好不好 就壓到懶叫 我們的 我們的 民生館 台北館 我們就大量採用那種 ROCK架當握推床 所以你不會被壓到 絕對要 要護鋼架都有 你要上胸握推 你就把它調起來上胸握推 你要平胸握推 你就調起來平胸握推 我們會做很多椅子 在我們的握推 深蹲 就是同樣一個架子 它可以做握推 深蹲跟硬舉 我們這次民生館這樣設計 然後可能會設計25個架子吧 或是30個洞這樣 反正這30個洞都是可以變化 你要握推 要深蹲 要硬舉 就在這個30個洞裡面 很大喔 民生館 2000坪 也是花我一堆錢啊 反正我的場館 你不用煩惱啦 絕對就是 我進駐台北喔 我跟你講我就是 我民生館 我現在 我現在跟你講 全台北市 最屌的館 跟其他競爭館 加起來拼 最屌的館就是民生館 數量上 裝備齊全 嚇死你 好不好 12月啦 12月可以去參觀 我們 我們的健身房 我再次強調 有護槓架 有的沒有護槓架 所以你可以做選擇 你今天跟有朋友的話 你就選擇不用護槓架的 那如果你要比建立的 我說實在話 你就非得要去練那個 ERICO的架子 如果你有比賽建立的 你一定要來我的場館去用那個 為什麼 因為你用那個架子跟你比賽 你到時候去比賽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 那個體感就很好 就是你平常練習的 就是專用的啊 所以你參加比賽 你成績不會掉 你的成績該平常練多少 因為你平常練的東西 就是比賽專用價 所以你去比賽的時候 你成績自然就比較好 那就 如果你要破PR 帶個朋友 我再講一下 成績思汗的教練團隊 成績思汗的會員 尤其我對會員也超有信心 所以所有的新手 歡迎加入成績思汗 我們的會員也都很好啦 你稍微說一下 他幫你補一下 你問聊天室 那哪有誰 我館長以前在練也是幫人補啊 人家也會幫我補啊 沒有人 真的啦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你不用怕 可以 不好意思幫我看一下 我要做這個 大重量 幫 這 好不好 真的啦 喔 阿不然就找 教練 教練在那邊站 教練不好意思 你可以幫我補一下嗎 欸 我們不會 我們的教練都很好 好 所以咧 我的片已經拍了 喔 那你不要說什麼 我在嘲笑會員 我怎麼可能嘲笑他 他是我的客人 給我賺錢的客人 而且他也練了很專業 我看他都知道他不是新手啦 那也希望他日後可以越練越好 好不好 兄弟不好意思啊 讓你上新聞啊 幹你娘咧 我們現在還在查啊 但是我不知道查不查得到 因為我們員工那麼多啊 喔 不知道他們誰露的 阿你沒證沒句了 你也不能打他一頓 喔 這個 我不知道是誰把影片 拿出去的 我也沒有偵查權 我也不能把我們家教練 主管教練 譬如講 中立店所有人 帶回去 鞠 對不對 鞠三天 七十個小時 做審訊 真的不跟我交代清楚 我壓他媽兩個月 所以這件事情喔 給我一點時間查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查 他們主管我就問 不知道我這個會員比較倒楣阿 阿他也沒有這個意思 你也不能說 阿這個沒證沒句的說 誰嘛 阿員工那麼多 我也不能隨便指一個吧 不好意思阿兄弟 讓記者這樣子做新聞做成這樣 我也很無奈阿 不好意思阿 阿但是我得解釋 我也得拍片說阿 我也給他 我必須要跟他們這些人對抗一下 我真的受不了 阿